试图武统台湾 美国绝对要保护台湾 你知道川普怎么说 川普说他不应该这么说 那台湾人还是觉得 哦 川普最厉害 拜登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你有没有听川普最近几次演讲 人家也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你知道吗 上一次的选举 亡国感非常非常强 什么感 亡国感 就是 我知道 灭亡国感 就是亡国感非常非常强 大家都很害怕 韩国瑜可以上任 因为当时他的声势确实很强 但是这一次 大家都觉得好 那其实会谈赢嘛 我看像徐春英 那样的 那个是不分区的立委 对不对 他是被民众党的队 被那个柯温哲选的 他在收到财受访的时候 有那个记者 那个主持人问他 你怎么看如果中国要武统台湾 你会怎么看呢 他说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太高级啊 我们老百姓不要想 我说卧槽 民众党他们的这些立场 以及他们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一些 看法观点 我就是觉得 哦 ok 在 这个很简单吗 你们被中国收害了 你先用你的beat的唱一下 Do the right thing 怪怪的怪怪的 我们一起对蓝白说 拜拜了 拜拜了 哇 嗨大家好 我是上官乱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乱中有序爱台课 今天呢我们因为选举快要到了 所以今天我们请了两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不过在邀请这两位嘉宾出来之前呢 先给大家用五分钟说最近非常有趣的新闻 最近习拜会已经结束了嘛 看起来成果还不少 尤其是关于这个到底要不要公台的新闻啊 大家非常关注 不过呢其中啊其实还有一些很微妙的事情 我们不仅要关注他说了什么 我们更要关注他没说什么 那就是他不敢说的东西 诶这个有意思了 其中有一个啊就是他不想说的 而且整个中国现在不想提的 那就是这一个新闻哈 一年2.4万中国人偷渡美国 而北京拒绝自家国民遣返 称他们不是中国人 诶这个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 尤其疫情期间嘛 很多人通过走线去美国 哇那真是一路非常的艰难险阻啊 比那个几乎可以媲美那个唐玄奘 一个人去取经了 然后呢关键是习败会也没有谈这个 然后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 为什么这么不好谈呢 我后来查一下很简单 就是美国啊他按照惯例 就是对于这些非法入就是非法入境者 他有时候他会要求这个他们来的来源国家 去接收这些遣返者 但是呢这个对中国没用 为什么没用呢 首先啊就是美国他就是他要求这些国家 他接收这些被遣返者的国家是什么呢 这美国有投资的国家 比如像狮子山共和国啊这样的 但是呢对中国他没有直接的投资啊 而且他现在很多东西他就跟中国需要相互制衡 所以呢这一点一点都没用 就是他没办法去要求中国的接收 第二呢哎对中国来说就很简单了 就第一那就是中国他不是说没有把这些人当成中国人看 而是有没有把这些人当做人或者当做公民来看 其实中国他整个中国政府 他们觉得哎你这些人就是都是去投敌的 而且你是非法非法出境 这个呢是本来就是给中共脸上抹黑 因为要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你要承认中国的这个治理不好 才有人要偷偷离开中国嘛 所以呢这一点他是不会承认的 那么第二呢尤其是你还偷渡出去的 你是给中共抹黑的 那他更就就更不愿意承认这部分人存在了 你都不是人不是公民对吧 而且这个走线润的很多都是反贼 比如最近的这个亮亮丽君 他们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贼 但是呢他们也是因为自己的房子那个 因为爆雷嘛 所以整个倾家荡产 所以呢也开始润了就是也是让中国蒙羞 所以他们发布的这些人赶快滚 那么从最后一点啊就是从 再从这个实际效应上来说 因为接受非法移民需要成本嘛 中国他才不会花钱去承认这些成本呢 那么这些已经走线留在美国的这些 这些走线成功的这些中国人 他们现在在那边怎么样呢 很简单 据我所知哈 现在拜登政府他在让这个整个移民机关 尽快的处理非法移民的事情 但是呢他最先优先处理的就是这些走线的移民 而且尤其是中国人 为什么 而且中国这个走线移民的人寻求政治庇护是最容易的 很简单啊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最没有人权的地方 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人权 他只要说一句那十有八九都是都是对的 那美国当然是优先处理这一块了 所以啊就是但凡你要走线成功 你要在只要能到美国就不要担心会被送回去 你就一定会留下来 因为现在谁都知道中国最没有人权的嘛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个环节 非常非常重量级的环节 不是说这今天的内容有多么重量级 当然今天的内容也很好玩 但是问题是今天的来两位嘉宾非常的重量级 可能大家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今天只看见我一个人在这巴巴巴的原因呢 因为今天这两位太重量了 他们重量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 不好意思汪浩大哥 我觉得今天我们才叫三国演义好吧 因为今天是中美还有哪里呢 还有马来西亚 没错 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演员 其实他们的身份非常多 但为什么说是演员呢 第一位是马来西亚的脱口秀演员 我非常喜欢看他的 我非常喜欢看他的脱口秀 每天都在那儿 Fuck China 很酷 但是另外一位呢 他的身份其实更多 他也是一位演员 但是我要重点的说 不是他 他也是脱口秀演员啊 也是这个rap的创作歌手 然后也当做了主持人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演员是什么呢 我一旦说他的演员身份啊 可能有朋友已经猜到他是谁了 他也是个反串演员 反串谁呢 反串小本红 哎对了大家今年应该对他特别熟悉 那就是非常著名的网红 以及反串粉红的演员 乐乐法利 好我们今天欢迎乐乐法利和AG 哦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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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 这是马来西亚的发音嘛 就是会在英文的这个G上面加一个声调 啊对 哦 是马来文的发音 就是马来文所有的音节都会 就会影节都会是第四声 AG 哦那AG是第一声 那是第一声 哦是这样的啊 所以是的 我四众发音是对Lolo 哦哈哈哈 对对对对 Lolo 我所有四众发音他们都说Lolo Lolo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Lolo比Lolo要酷一点 Lolo 要有味道 比Lolo要酷一点 G� Yolo Yolo 你能说吗 好 A 句 Lolo 你可以啊 哎你们已经嗨了是吗 我要介绍你们俩尤其是Lolo法利 我觉得他更嗨就是 他除了我今天要隆重介绍的是 他除了大家知道他反川网 我今天看他特别亲切为什么 一个是因为他在中国代表很多年 还有他的履历跟我太像了 以前我们都在中国的媒体干过 也都是然后尤其他 还在日人民报 我们叫日人民报 当他说出这个梗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这个梗一般来说台湾人就不会有任何反应 我们在中国 我们在中国做过 我们在中国做过媒体的都是按在日人民报 Fuck People 这个说法特别棒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在 套人民的报纸 对啊 原本还要叫人民日报 他是在故意的忽悠老百姓的 所以是至少从英文的这个Fuck的定义来看 你知道他是在Fuck People的时候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们在Fuck People的时候 你明明之前还在孔子学院啊 你还上过CCTV4啊 对啊你这也是官媒 这个问题很好啊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应该就是在当他们的编译的时候 但是是在我准备辞职的那个时候 我才 你才意识到他们在Fuck People 不是意识到就是完全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那个时候你还还会抱一点希望嘛 哦 也不能怪你我们我们自己都抱过希望 你708年进入进入媒体行业的都觉得哇中国 哇有可能他会转转新民族 没有好转啊 没有做好转 现在只是走弯路而已 哈哈哈 那你是 而且你之前我很好奇 你之前在孔子学院啊 或者是在那个CCTV4你上的时候 那时候你是真的觉得中国还不错吗 还是你意思就觉得他赚钱就好 不仅仅我一个人啊 全世界基本上那个时候 尤其是商业界的商界的 他们都觉得中国很好啊 中国也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 然后的确那个时候 他的确是在往这个越来越开放的方向去发展 啊 然后那个那个时候 你就你就你在上 做人民日报或者上CCTV4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中国还OK 呃 那个时候已经是2015年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袁志强他的微报被封号了 所以我已经开始感觉到 哦习近平可能要开刀车嘛 但是我并当时 包括到2017 2018年 我都我死活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我已经投入了太多年 学习中文 太多年去中国 对吧 你16岁到中国学中文 15岁 第一次2007年那个夏天 现在你是真的有过真爱啊 啊对对对 而且也是从中国如果要比喻成一个很漂亮的姑娘的话 那我在刚认识她的时候 那是她的这个黄金时期嘛 就是她就长得特别好看 然后到最后就再过10年 她就已经做了各种各样的整容啊 后来发现 她这个整的不像一个人呀 其实她是之前其实就带着装的 比我今天的装还要龙很多倍 哦 你之前就看错了 你这个比喻也更上一层楼了 对对对 那这一点的话 ag我就觉得特别牛逼了 他也都没有在中国待过 没有完全没有 而且你们马来西亚算是比较亲中的 尤其是你们马来西亚华人还特别亲中 偏群鞭啦 偏群鞭这样 淡华文群鞭 明明就是两个国家 你们真的是两个国家 而且她还觉得 而且很多马来西亚华人 我记得她们还觉得是中国是他们的祖国 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 他们就认为是祖国 对对对对对 他们会认为自己是 我们从就是福建过去 我们就祖籍福建 所以我们祖国是福建 所以祖国是中国这样 所以中国强则海外华人强 你们明明是外国人啊 没有我们是海外华人 OK 那OK好 那就是 所以那时候 所以变成就是 在马来西亚就有这个论述到现在 基本上还是在流通的 是主流吗 现在 偏有争议 但是基本上 你要说是主流 还是说得过的 就是毕竟 但是大趋势已经 已经开始在转 OK OK 那挺好 那你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 还是你从小就很有反骨 你就觉得我明明是马来西亚人 为什么要说他是祖国 没有 那个时候是这样 就是我们一直都认为就是 国家跟祖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祖国比较偏文化认同 我们对我们那边来说 就是对我至少对我那一代来说 祖国这个概念比较偏向于 国际认同 那个文化认同相关的东西 而马来西亚就是我们的国际认同 这两个我们是猜开的一块 你们会说我国这个词吗 对我 但我国指的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对对对对 但是祖国 因为那是祖先 对我们会认为是祖国是祖先的国 啊但是祖先的国其实是 对对对对 或者是 山丁来的 这一点我就要问 我就要问勒勒了 你有没有考察 你就你 你的我爱尔兰和西班牙 对那你会不会 你们 对啊 为什么都是没有 所以因为他赢九个真的吗 完全没有 对啊 对啊 其实我觉得 要用这个祖国或者我祖先是住在哪里 来获得一种身份的认同感的人 他们只是因为性格很无聊 所以他们才需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就不想付出努力 去发展他们的个性 他们觉得 如果说我的前辈们都是中国人 然后我现在就是有这个文化的认同的话 那我觉得 因为这是轻易得来的 轻而得来的 我觉得这个论说很有启发性 因为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 是一样的道理 就我不想努力 但是我还想获得一种优越感 一种归属感 对啊 这是不需要努力的 那我的肤色 我很厉害 是吧 你看 当然确实会有这样的部分 但是也必须承认一点 是当时候有哈藏时代背景的关系 对 因为要时代背景的不同 所以产生类似这样的结果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 就是在于马来西亚的发展情况 之下 就是已经马来西亚也才独立60年左右 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 所以文化论述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论述 偏年轻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啊 对对对 所以在 而且现在从慢慢转型 就会慢慢开始认同 自我认同自己是马来西亚人 也一开始拆开 这种这样的情况 这是不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啊 对 我也 就是二战以后的这个前殖民国家 是是是 对 哇 我觉得这个话题打得很开 对对 那还有没有一种就是现实的原因 就是马来西亚人 你这么说其实我更加想去马来西亚 可以可以可以来可以来 请一次热骨擦 请一次热骨擦 我昨天在火车站有一个 可以说粉丝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词 但是有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粉丝 想跟我合影 然后他说 我可以跟你合个 sale gafi吗 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 他就会 可以跟你sale gafi吗 我就是 what 什么sale gafi incent of selfie 我马来西亚的用词是这样的 sale gafi吗 我们所有的 还叫中文的语法分开 我们会把所有语言混杂一起来 这个很酷啊 我喜欢这个 sale gafi 这个是怎么拆解 sale gafi 自拍的 sale gafi sale gafi 他就变成sale gafi 而且一个是粤语 他们会用语 inction 然后把粤语拆开来 然后把英文补进去 这个很好啊 这个就说明你们是非常多元化的 对对 马来西亚是一个 非常非常混杂的 一个种族文化的人 这个很好啊 这是力量 好吧 好吧 这个问题呢 我又变成要问你们了 就是 就是所谓的多元化 不管马来西亚 但是美国我觉得好一点 但是 马来西亚的华人 就是 还有没有一种 他过去有没有就是感觉自己被歧视 因为你是少数群体 呃 不用说过后了 现在都还是 哈哈哈 被谁歧视 因为马来西亚是 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的 大概占马来西亚的 总共60%左右 然后占据基本上是政治的主导性 所以变成就是因为我们认 就变成 这要讲很长啊 就简单来讲 简单来讲 那时候在 马来西亚独立之前 因为那时候的华人认为自己是 呃 祖国是中国嘛 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终究一天会回中国 啊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政治主导性给他什么之类的 就说没关系 那我们就 有点外省人的感觉 呃 他们就认为就是让马来人就主导 自己没差 啊 这个是我发现很多中国人他们希望为什么他们喜欢有独裁倾向的政客 或者喜欢像习近平这样的一个领导 或者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政党 是因为他们不想思考这个国家的未来 他们不想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 他们希望会有一个强人替他们去管理 把这个国家带到更好的方 我又老大 我又老大 我就 我的日常生活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因为我们的国家还是很强 向好 对对对 稳中向好 对吧 这是一种思想的懒惰 嗯 你说实话 哇 哇 我觉得乐乐的思考 我感觉有一种典型的 我不知道这个判断对不对 就是有一种典型的 American dream的那种感觉 就是只要通过努力 我毕竟是美国名校毕业的 哈哈哈 哎呀 孔子学位的 哈哈哈 哎呀 其实A.G.你去中国 你也可以进什么孔子学院什么的 也还可以 哦 肯定啊 现在可能也来不及 但是 来不及了 你多大呀 你看起来很年轻啊 我我快三十了 快三十 嗯 OK 等一下 你说我快三十的这个语气 感觉你 你的意思是三十岁以上的人 没有没有 已经算是老人 没有没有 他说不是年龄 是来不及是 我来不及 我的言论已经讲了 他都不该讲的东西出去了 所以他来不及去中国 哦 但是三十的他们还是会 那个接受 那可惜 那可惜 我应该早有点指导电消息 哈哈哈 哎呀 先吃他们的饭 再砸他们 哦 天啊 你应该学乐了 哦 应该对 你应该兴趣这点人民币 这个人再出来 原来可以这么做 哦 share 慢了 哎 这是资讯落差哎 难过 难过我不是赌名校 哈哈哈 谁让你参加学运 哎 哈哈哈 哈哈哈 来不及了 哎 可惜 来不及了 对 现在这台币也不错 嗯 还是 台币还是不错 一点一点就慢慢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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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哎说到台币了哎哎现在才进入今天的主题主要是找你们两个来呢还是特别想知道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每天每天都在做民调嘛都知道台湾人啊要选谁要选谁怎么看今年的选举怎么看中国所以呢我们就更好奇的是哎在台湾的外国人啊其实说说出来我就说这些三国演义嘛我也算是外国人我都现在还是中国籍嗯就是就是就是怎么样来看台湾的这次大选 首先我问一个比较老残难问题哈到你们就像的 你们你们就是对你们就是对台湾这次的选举就是有多了解就是包括他就是 到底選什麼什麼 我們都是選總統和立法委員 完全了解 對完全了解 這個了解 我很有研究 我比台灣人了解 說一講一講 你比台灣人了解的在哪裡 你說啊 你說看看 白雲就是這樣 什麼都了解 你們都了解 我們亞洲共同體穿 幾隻紅種人是不是 亞洲共同體穿 對就是對台灣的選制 一個方面 你們大概覺得自己了解多少 白人先來 白人優先 對吧 OK 其實我這一次來台灣之前 無論是台灣還是其他的國家 我都會盡量保持一個 一個 謙虛的狀態去看他們的政治 因為我也是在美國長大的過程當中 就是不斷的搬家 是住在卡納斯德州 新英格蘭 南卡還有加州 什麼的 然後你在不斷搬家的過程當中 你自然而然會發現自己無論怎樣 都是一個經濟之蛙 我們都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經濟之蛙 所以無論我多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邪惡 他的這個話語體系什麼的 那我還是對於台灣肯定是有各種各樣的盲點 但是這次來到這之後 然後再努力的去了解主要是國民黨和民眾黨 他們的這些立場 以及他們對於中國的這一些看法觀點 我就是覺得 噢OK 這個很簡單嗎 你們被中國收買了 我不喜歡說被中共收買了這個用語 因為太簡單 是太那個簡化這整個政治情況 對 但是同時我看像徐春英 那樣的那個是不分區的立委 他是被民眾黨對 被那個柯文哲選的 他在收到財收訪的時候 有那個記者那個主持人問他 你怎麼看如果中國要武統台灣 你會怎麼看呢 他說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太高級啊 我們老百姓不要想 我說我操 我在學中文的這個16年 他學立法不決的他現在是老百姓 我在學中文的16年的過程當中 對Exactly 你不是老百姓啊 第一 但是我在學中文的16年的過程當中 95%的中國人一提到證據 他們就是條件反射一般的會說 這一模一樣的這一句話 對包括我混入那些粉紅群體的群眾的時候 我還會問他們 哎 那些反賊喜歡說我們只敢吹 不敢批評習近平 但是你我都知道這是無稽之談 那我們要不 你覺得習近平有哪一些可以改善的空間 他們就 這些問題太高級啊 我一個老百姓不想吵 等一下 你當時這個 你問他們的場合是在那個遊行的現場嗎 對 在那個拜習會晤 對 他們說不敢討論習近平 他們也要出來支持習近平 所以我看那個徐春英的時候 他這個有這個回答 我也不想想的太極端 但是我第一反應是 我要拒絕他 我要拒絕選他的政黨 我要拒絕選他政黨的那個候選人 那就是民眾黨克文哲和他 我都 我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這個是奴隸的心態 你要當奴隸你才會這麼想 那些國家大事還是老百姓我不要去想 那你回去中國吧 你當一個奴隸 你當一個人框就可以了 那國民黨 我並不是特別了解 但是我也知道 侯友宜以前我看《紐約時報》的一個文章裡面 他們說侯友宜覺得他可以更好地跟中共相處 那我想問 你會怎麼跟他們相處 你會怎麼跟中國共產黨相處 因為我主持過無數由於共產黨贊助的活動 我以前也在《人民日報》有工作過 所以我知道怎麼跟中共相處 我很好奇 你會怎麼做 具體你打算怎麼做 對 是中國人民的 幫中國抓小偷吧 你打算跟一個像習近平高中的時候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下鄉 連高中學歷都沒有的一個圖包子 你怎麼跟他講話 你家博士 是假博士 尊重尊重人家的 那是假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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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時候覺得他們說的不夠具體 那你說的不夠具體 當我以前還是要盡量保持謙虛的時候 我就覺得應該是我沒有看他們曾經寫過的文章 或者他們曾經被採訪的時候說過的非常具體的答案 結果呢我就沒有找到 然後就看他們故意的說的很籠統 那為什麼要故意說的很籠統呢 因為你沒有答案 你沒有答案 觀察太精準了 氣死我了 我覺得這個選舉很有看點 但現在沒有 你這麼描述 我大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總結 也就在你看來好像柯文哲跟 跟 就是 好吧 跟國民黨候選人 侯友宜 他們搞你可能就是好像是縮小版的徐春英對吧 在對中立場上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我有聽說過柯文哲他曾經說過兩岸一家庭 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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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中國人也是這麼想嗎 一家庭 一家庭 我是祖國好不好 你知道 祖宗家也祖國好不好 我就被冒飯了 白日的這個 我們只喜歡冒飯 那些小粉紅 那些中國的愛國者 他們流行的一個說法就是 留島不留人 那这个是两岸一家亲吗 你确定吗 但是我想问一句 那是不是所有就是 你这种看法在美国算不算主流 因为在你看来 高估了我们美国人的国际意识 美国人你问他们 你怎么看今年台湾的选举 他们会说 你说的是那个人妖狠地方很多 台湾 台湾 我听说那边的那个幻觉蘑菇很不错 我说的是台湾 美国人他们连自己州的政治都不会这么关注 更不用说另外一个国家的选举 这个当然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到那些第一线城市 比如说洛杉矶纽纽约 这些地方问他们怎么看台湾 其实他们会都一般来说是一律的支持台湾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做得很好 在六年前美国人他们完全 哪怕你是名校毕业的 你也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台湾和中国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吧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做得很好 我老听这些吐槽蔡英文的计程车的司机 他们都说现在我们越来越不像民主制度 最近六年我一直看的是假新闻还是看的是假新闻 你在台湾遇到的计程车司机大概都是分 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分哪几种 非常多元化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很好的一个点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政治思想的光谱 就非常有各种各样的司机 这个很好啊 你在中国那边是一律的支持共产党 一律的习近平对我们非常好 哪怕他们心里特别恨他 我想听AG你对这次大选的看法 我觉得就在一个美国人看来 哇这些都是很明显很明显 为什么还会这样 但是我觉得AG会不会就知道答案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马来西亚人的 我们马来西亚看台湾的观感 可能跟美国肯定会非常非常不一样 因为我们会像是 我们会认为阿哥台湾是民主制度的先行者 像对于马来西亚 所以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在这方面 因为马来西亚也有选举的啊 对但是因为在于制度跟立场方面 并没有像台湾分合那么清楚 所以有些时候其实你根本分不清楚 每个政党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那么只更在乎就是 OK好那唯一的差别 好像是对于马来人的保守程度 或者是对于马来人的参与程度 唯一其实只有这样的不同 马来西亚的政党会对中国有不同的立场吗 完全基本不在乎 就是因为基本上就是 在马来西亚的选举里面 中国其实并不出现在马来西亚的 这是论述里面 因为这比较并不像是 目前马来西亚人在乎的东西 因为我们国内的议题已经吵不完了 因为马来西亚是个多种族国家 多种族国家的宿命就是 种族主义的言论 或者是主要讨论的东西 所以就变成就是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中国还不急 那今年啊 我还是之前跟你提到过 今年不是中国又出了那个新版的地图吗 然后跟马来西亚的争议的地区 全部化了自己的 马来西亚当时也有 好像最大的反应就是 我们拒绝承认这个地图 我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在马来西亚国内 就是对中国有什么立场上的变化 非常简单就是 就是统一反对而已 因为就是这东西没有人在乎 因为中国的论事其实并不是 不会影响到任何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根本不在乎中国 然后只有华人自己在那边爽 只有老一辈华人自己在那边爽 所以他们就你爽就爽 反正我们拒绝 然后你们跨过来 我也是拒绝 那我就不在乎 那就这样而已 你是华人 我们知道华人的态度 那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跟马来西亚 他不是有很多穆斯林吗 就是中国之前在新疆界集中营的时候 之前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对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 神典最大的时候 现在也是 就是我看 我看因为我看马来西亚 最近的穆斯林在反对以色列 对巴特斯坦 对啊 反的反的非常非常热烈 对反的非常热烈 那么中国对新疆的作为 他们有反对吗 那时候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也忘了国家的态度 到底是怎么样 那穆斯林呢 那穆斯林群体 因为穆斯林群体的分众 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是有非常非常多 各种各样不同的支持者 然后也支持的程度 支持的教育也相对不同 然后就分成各种各种不同的团体 所以有 有莫 当然我承认有莫式的群体在 但当然也有因为这样 而感觉不爽的 就是而去谴责 就是对于穆斯林群体 就是非常不友善之类的 非常这种论述在 就是因为马来西亚是个穆斯林很多的国家 所以基本上其实老实讲 我们对于穆斯林的包容程度 比起其他国家算高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会认为 带有的比例有多高啊 大概 60 所以就当时就是对新疆 对中国的对新疆的作为 他们是有有在谴责一些群 有有有一些群体是在谴责的 然后其他还有一些部分没有谴责 对对对 当然因为有一些部分没有谴责的 是他们去炒其他的议题 就是其他他们各自有各自努力的东西 但是并也并没有支持中国对新疆 对对 他们没有去站出来支持说应该就是要这样做是没有错的 他们最多只是哦好 那我去看其他的议题 就保持弃掉哦哦哦耶 所以 那我觉得还是蛮有种的啊 对还是 对对马来西亚的穆斯林算蛮有种的 其实老实讲那时候中共 因为 因为 以我知道的讯息是其实老实讲 中东的政府其实或许 就是 一路一路嘛 对那时候是这样 但是其实老实讲那边的一些的群体 其实跟马来西亚是 马来西亚的穆斯林群体是有联合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其实也有统一的 一起去发一个文告去谴责这件事情 啊所以老实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呃 穆斯林是一个非常非常团结的一个民族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有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有谴责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事情嗯哦 对但是总的来说但是就是政党或政府 他没有明确的在对那确实因为呃 这利益 确实嗯嗯 但但我总的来说我觉得马来西亚的穆斯林 还是看起来还是蛮有种的 就是对对对对啊对对支持巴德士坦也要支持新疆啊 因伊尼西亚 因伊尼西亚 印尼西亚他们的穆斯林群体就是公开谴责吗 我得忘了其实老实讲 但但我觉得有 我觉得应该不大可能会没有 因为以我对于穆斯林的认知来说 他们就一句 如果老实讲如果他们没有这种團体 以巴也不达到现在了嗯啊对嗯 嗯那那那那那那你说到 其实我认识很多维吾尔人 然后他们也跟我说过 其实他们觉得那些西方的报道 他们觉得很烦 因为他们认为在新疆的穆斯林 可能只占有20%到30% 他们这么说的可能并不是说 我不是穆斯林 或者我对吧 他们可能就是说文化上是穆斯林人 但是我不信教 然后他们说这样的报道 会让很多西方人也好 或者其他国家的人也好 他们会都以为新疆绝大多数是穆斯林的 或者那些被送到集中营的那些群体 全都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才被关进集中营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民族 实际上是他们的民族 你说的国内的 中国国内的 对中国国内的 对对对 你怎么看这是台湾的这个大选 马来西亚的华人关心吗 还是你个人怎么看 我马来西亚的老实讲满有趣的 也是离很远吗 我说一个东西里面就知道到什么程度了 韩国瑜当年拜票的时候 拜去马来西亚 对这就是马来西亚关注的程度 这就是关注的程度 就是当年就是 当年韩国瑜本人没有去 但他的老婆那什么名词突然忘了 但是他老婆当时有过去 他们也不会给他选票啊 但他会支持啊 他会支持啊 然后他们会就是 就是 马来西亚是因为新闻 就会一直持续的去追踪报道 所以马来西亚基本上是 都有基本的认知 当然肯定说是了解程度 肯定比不上台湾 这是非常肯定的 但是你要说 国民党是什么 民进党是什么 各自的论述大概是什么 其实老实讲 马来西亚人 基本上都是知道的 但支持或不是支持 支持哪一方 那当然就肯定是很多样 支持哪一方比较 那就很多样了 对那我问你台湾人支持哪一样 很多样吧 太精明了 你个人是怎么看这次 第一你对台湾的这个大选的了解 你平时每天不去关注他吗 对对 然后你还去过谭国瑜的造势现场吗 我基本上谁都会去 我这边有经过 有看到都会去 就是因为我觉得气氛很特别 而且因为我觉得就是 尤其是我们在台湾 如果想做创作类的东西的话 你必须很了解 台湾 你记得这样 谭国瑜也会这样 台上的人讲什么 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是台下人 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们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上面的人都是 那个召集过去 没有不一定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就很像 我说韩国瑜就好了 很大的差别 就是从第一次年凌晨 那好像我去韩国瑜 那时候在那个 中生纪念堂前面 那纪念堂前面 我第一次这辈子 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老人 在那个中年 然后而且 那时候我就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是地方制的 可能什么金门同乡会啊 然后什么军官校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说的组织票嘛 组织过来的 但是就是 如果是 无论是民众党 或者是民进党的 这类人反而相对少 他们就是不会 拿这种旗帜来去 号召大家的 然后 然后国民党的组织性 就是非常非常强 而且他们以此为傲 反国 反国感很强 对对对 然后就 哇哦 那时候就 甚至会说的像旅行观光观 account 对对对 本来就是旅行观光 还有便当 还有游览车 然后 oppressed 我先說我不覺得哪一個是好的還是壞 因為我覺得 你不是丟掉墳 不是,其實沒差 他經常吵架掉墳 我經常已經在狂掉了 因為我覺得操作的模式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結果到底是好或不好 但結果不好,無論操作前面多好都是手是屎 很簡單 所以就像民眾黨操作是好的 結果好不好 你覺得他操作是好的 沒有,就是他的操作至少平常國民黨這樣 就是現場氛圍是好的 那你怎麼看這次的武漢肺炎 你覺得他們的武漢肺炎裡面民眾黨操作好嗎 哇,我非常非常有即逝感 因為老實講聯合政府在馬來西亞非常非常常見 因為馬來西亞是組內閣制的 內閣制我們老實講就是通常是一個政 理論上來講是一個政黨如果獲得多數議席 的話那就可以當政 但是因為問題就是馬來西亞並沒有單一個政黨 可以獲得多數議席 所以就變成我們是組聯合政府 所以這老實講是馬來西亞 哦,即逝感 天啊,這不就是克文哲最想要的嗎 讓你講一下你們的好處到底在哪裡 沒有,這次問題是這樣的 問題是我們並不是在選舉提名的前一天還在搞這件事情 我們會在很久之前就開始搞類似這樣子 但是老實講馬來西亞當然有自己非常非常相對 問題非常非常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跟這一次 因為我說為什麼我說即逝感很像 因為那時候我們為了打倒 即逝節來講 我們那時候的 當年的執政黨是所謂的國政 你們可以把執政黨 然後沒有人打得贏他 執政五六十年 基本上一直連任一直連任沒有人打得贏他 所以那時候的在野黨 我們就聯合了 當時後從國政離開的一個老老領袖 聯合起來一起去打倒他 所以簡單來說為了打倒執政黨 我們當時候的在野黨什麼東西都願意做 所以為什麼我說即逝感很強 哇,真的很強 那我知道 這個老領袖他到底可以 到底是像現在的馬英九還是郭台銘 他比較接近哪一個 那你看對於馬來西亞 你看這就是看你們對於馬來西亞 而理解到什麼程度 就是我簡單來說 我簡單來說 他執行了馬來西亞白色恐怖 執行了白色恐怖 所以我們的開明 我們的開明派 我們的開明派 聯合了當年執行白色恐怖的領袖 然後說他洗心革面了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打倒 這個領袖當年的徒弟 哇 所以 這只是買 體質感很強 哇 所以 我 老實講 所以我 就是說台灣人一直覺得自己 這些事情是世界上難得的亂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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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國際觀戰隊還需要加強 你們不知道什麼準真的亂象 OK 好 但我獲得的最大信息是 好 原來聯合政府 我們有參照 去馬來西亞 努力一下 努力一下 認知一下 就了解一下馬來西亞 然後再來說聯合政府該不該學 好 OK 你這個信息非常重要 非常感謝 好 很有趣 對 超級有趣 對 那說到這裡就是 那你們對之前的 就台灣的選舉 有什麼印象 尤其你覺得這一次的選舉和之前的有什麼 有什麼不一樣嗎 你們的 在你們的印象中 我 如果直說的話 我覺得上一次的 上一次 可能因為我覺得還沒有太接近選舉的關係 但至少上一次我 上一次的選舉 王國感非常非常強 什麼感 王國感 就是 哦哦哦 我知道 滅王國 呃就是王國感非常非常強 因為大家都很害怕韓國瑜可以上任 因為當時他的聲勢確實很強 但是這一次 大家都覺得好 那其實會躺贏嘛 變成大家就是 我覺得 所以上次香港那些事情發生之前 大家都是挺擔心的嘛 對對對 那時候 2011 靠近那香港的事情 所以 所以當時候大家就是 所以那時候也就是說香港事情保送韓國 反送中 就是沒有他保送蔡英文入那個 對對對 但是在反送中之前 大家還是比較擔心 可能是王國 對對對 而且那時候因為韓國瑜 確實跟這一次藍白河相比 他們的聲勢高太多了 啊 所以這次 所以 怎麼感受到是民調的嗎 民調啊 還是 整體論述 新聞的那個什麼之類的 嗯 當時候大家都認為韓國瑜確實有可能會贏 嗯 但是這一次老實講 真的會有人覺得他們會贏嗎 No 你懂我意思嗎 你覺得 這一次跟大家 這一次沒什麼王國感 沒有 這一次大家更像是看鬧劇 嗯 啊 我是來看鬧劇 嗯 所以這一次 那都是大家更像是來看鬧劇的 就是覺得 哦 我不就是 那就很像那時候藍白河新聞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在那邊刷什麼 就是蔡英文現在 因為那個賴清德現在應該在開箱冰 什麼之類的 就是因為 就是賴清德本來看到藍白 本來都快坐起來了 看到他們一講 啊啊 還是長一句 啊 我們還是沒事了 就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 上一次就是2020年你也在 哦 你也在 那時候我已經在啊 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確實 那時候真的你去看 在這網上看到你真的會害怕 嗯 然後所以 真的 大家 你害怕是什麼 沒有 害怕韓國人 你可以理解 我說你可以理解為什麼台灣人會擔心這件事情 就是 聲勢確實太強 而且我 我說一個簡單的吧 你去看 韓國瑜在台上跟 侯儀在台上 啊 差很遠 差很遠 就是 那個聲勢確實太強了 所以就變成 我可以理解當時候的台灣人為什麼會擔心這件事情 但當然現在的話我覺得 大家就感覺是更像是一種 啊 你們國民黨內部都沒有搞清楚 都沒有都是一團亂的 然後現在就是 也是一個鬧區 然後現在都是 現在我們就是要走個形式而已 啊 對 那那你又關注上一次的這個選舉 沒有 因為那當時那個 我當時你還在肺炎 我不是很關心那個政治 或者我唯一關心的是中國的政治 我不可以考慮到其他國家的政治 包括我自己的國家 那當時正在反送中啊 就是 那個時候反送中就2019年吧 那個夏天對吧 應該是2019年 那時候你開始反送了沒有啊 我沒有 那個時候我還是 就是雖然我已經知道中國在開道車嘛 然後已經離開中國了 我已經離開中國了 回到美國了 但是我也是在 感覺是處於一個很茫然的狀態 不知道將來我應該做什麼 哦 然後就 還沒有正式當反送 也可以說吧 我私底下 無論我自古以來 私底下就會去 觸操共產黨 或者是會 至少會去老聊政治嘛 但是很多中國人他們都會告訴我們 你知道就像我剛才說的 我們是老百姓 我們不聊這個 我不瞭解這些就是領導要去搞的事情 嗯 所以當時我不這麼關心 找不到這個 但是我也有讀過那個很多 我喜歡的那些 就比如說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他們當時有 詳細的去講 為什麼當時蔡英文贏的 這麼 這本全面吧 嗯 我相信是比較不錯的 然後他那個有 各種各樣的西方的新聞報 報道 都去講 但是我也沒有特別注意 對 然後我想問一下 你在美國熱衷 你們自己 你自己國家的選舉嗎 總統選舉 還沒兩個老頭啊 我覺得 沒意思 我覺得真的 但是川普那一屆 川普那一屆很熱鬧啊 對 你參與了嗎 川普很熱鬧 開個玩笑嗎 你看到 你看最近幾年以來 這個川普的那些聚會 沒人 甚至有一些 因為缺席 他們就會取消 因為川普 不好意思 他覺得 上台 你看到那些沒有人 就這麼多空位 他覺得很丟臉 所以他會取消 很丟臉 他會覺得 我太丟臉 取消 我覺得台灣的媒體 莫名其妙很喜歡川普 最近 拜登 拜登每次公開說 拜登每次公開說 如果中國要試圖武統台灣 美國絕對要保護台灣 你知道川普怎麼說 川普說他不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我們還是 不應該這麼說吧 那台灣人還是覺得 川普最厲害 川普是完全不在乎你們 也是完全不關心你們 聽到沒有 拜登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你有沒有聽川普最近幾次演講 人家也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你知道嗎 他說我上次那個勝選 奧巴馬覺得特別慘 奧巴馬上次跟我比的 他覺得他上次的選舉是跟奧巴馬 對比的 It's like Oh Ok 那太好了 所以我就像我剛才說的 就兩個老頭要去 我覺得沒意思 沒有看點 兩個R才模仿 沒有看點 沒有看點 但是唯一能夠確定的是 如果川普真的能夠勝選的話 你們台灣應該開始擔心 因為川普是根本不在乎台灣的 根本不在乎 中國如果要武統台灣 這個一直以來說 他多麼喜歡習近平的川普 等下 stop 有很多台灣人喜歡川普 就是因為川普看起來對中共很強硬 而且台灣旅行法 台灣旅行法是川普時期的呀 那這個你怎麼看 是看起來的是表面上的 對吧 而且他比較好翻譯的 因為他必定是要給 他比較 我不想這麼說 但是他要以非常簡單的方式去說話 對吧 所以他就比較好翻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你知道川普 那個給他捐款 最多 第二個最多的 那個機構是誰嗎 對 就是那個法輪功的媒體 那個大紀元 大紀元 大紀元 所以大紀元也是非常有資源的 而且我 我曾經在我的直播中也有講過 我他媽被他們採訪的時候 我也有提到過這個現象 OK 但是他們也是把很多川普的相關的事 就可以在翻譯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給扭曲嘛 會把他的話給美化 就他們會把川普說過的這個 真的是完全不make sense的一句話 然後把它翻譯成中文 就感覺是非常有文化的 就感覺甚至有點文州州的 就覺得 like what is happening here 然後當然很多川普的支持者是年紀偏大 他們哪怕是移民到國外 但是還沒有融入到本地圈子的華人 所以他們看到他們是全靠這些 大紀元旗下的自媒體也好 或者他們的報紙給他們翻譯 結果呢 很多台灣人也好 或者一些其他以華語為母語的國家也好 他們對川普的認知水平 其實是非常淺的 以至於我跟他們說 他以前說那個他喜歡抓居女生的XXX 那時候 他們說你什麼意思 你怎麼能夠說這樣的髒話 我說你連這個語錄都沒有聽過嗎 我都沒聽過 這很經典 OMG 你現在必須要加強我的英語 我不能只看中文媒體 包括簡繁的我都不能只看簡繁的 但是我一直這麼說 很多觀眾也好 或者其他的人 他們立馬會想到 那你喜歡拜登是吧 你就是一個白鎖 上次選舉我也沒有投票給拜登 我投票的是給 The Libertarian Party 他很厲害 你知道為什麼我喜歡Nemotarian Party嗎 這個也會把你所有的觀眾就覺得我是非常噁心的一個人 是因為他們是最支持毒品和法化的 合理 該支持 我這個立場還是比較左的 很好 接下來這個環節就會比較刺激一點 就是我們輪流就說現在的三位候選人 你們對他們的影響 我們首先來說 沒那麼刺激的 沒那麼刺激的 我先問樂樂 你對耐清德的印象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跟蔡英文也差不多的一樣的印象 是有種 so you're brave 而且吐刺清淒 你講話感覺是很有邏輯性的 我都說是台語啊 對 但我可以看字幕 我一直說那個講話邏輯 邏輯是比較清楚 對 然後就覺得 比如說前兩天 他說現在流行的那個說法就是投票給民進黨 年輕人就要上戰場 所以他這句話是共產黨要介入你們選舉的一個方法 就是他們是希望可以推廣這樣的一個說法 然後讓大家覺得 就讓大家採取這個非黑擊敗的思想 如果我投票給民進黨 然後戰爭一定會發生 但是這個你我都知道這是無稽之談 這個就叫 最近習拜會習近平不是說了嗎 他說他沒有一次成表 他說很多人 他說很多外媒體 他們就報道說2027年 我們一定會武統台灣 我說2035 他說根本沒有這個事情啊 那個時候 所有喜歡他的小粉紅 肯定看到那個說 What 我以為明年就要武統台灣 我現在生活有什麼意義呢 我以為可以坐高鐵去台灣 我以為可以坐高鐵去台灣 我現在還是要天天待在那個網吧的一個loser 現在說我的生活果然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你就覺得他是一個蠻理性的人 就像蔡英文的 蠻理性的 而且也可以搞好國際關係 最好的是要搞好國際關係 對吧 那你覺得他真的會可以打明嗎 我覺得真的會 因為他們最後沒有沒有整合嘛 藍板如果能整合的話 你有看過七龍珠嗎 所以他們沒有這一個 沒有這一個 差一點 他們如果做的那個姿態是不會的 所以就變成 就歪了的 所以變成了很胖的那個版本 對 那AGM你怎麼看藍線的 我 就確實 你立馬就知道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藍線就是 你可以很明顯是幾幾兩個人 他對於黨內的統整 確實會是裡面做的最好的 然後也 黨內力量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確實也做的比較好 而且很好笑的是我昨天看到他 他發最新的那個 一個宣傳影片 他的宣傳標語是什麼 就是 選跟你一樣好的人 他上宣傳標語 然後我馬上去查了他的 他的身價 跟他的這個 哇哦 我沒有跟他一樣的 他上次問我沒有 我是個窮逼 你知道嗎 他媽的窮髮 你就沒有了解 沒有 然後我覺得 他不夠了解我 不過你可以確實可以了解的是 他 他 他對於 你可以理解是他對於 他對年輕人的聲量 確實會是相對的好 然後而且 在 無論是 本來他們 本來就是他們的鐵票區 南部區 什麼之類的 他們的聲量確實會非常非常好 然後也 相對來說就是 呃 當然 我覺得他的論述或什麼之類的 你會想 你會知道他的目的性到底是什麼 然後 也可以理解他 呃 是 有策略性的去發表一些言論 我覺得是一個 當然我的言論 立場是怎麼樣 當然另談 但是我覺得以言論的策略性來講 我覺得是 可以很清楚知道 OK好 我知道他要幹嘛 對 他不會故意留白 或者說的很籠統 嗯 等一下你說的故意留白 你覺得是誰 無論我們現在來聊 第二個很有意義 柯文哲不是唱那首歌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好我看了 一天了 再等一下你怎麼定義 the right thing 我不敢說 先你用你的 所以你認為他是一個好的說唱音樂 你先用你的beat來唱一下 Do the right thing 你先用你的beat來唱一下 怪怪的怪怪的 我們一起對藍白說 拜拜了拜拜了 哇 澳眠會聽了一場 OK 你剛才講的是一個很好的段子 我明天有寫下來 有貝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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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講一下柯文哲的印象 就認真的聊一下他 我不是很了解人家就是通過他的言論 我就覺得 他就就 我覺得他還是說的不夠具體 那這個是為什麼呢 跟侯友意義是一樣的 為什麼你要說的這麼籠統 你當然你作為一個政客 你是難以避免偶爾要說的一些 我們要一起加油啊 我們一起要往這個更好的方向去加油什麼的 但是同時 就比如說 我喜歡的政客是敢於參與一些 一些播客節目 然後他們可以聊一個小時 甚至兩個小時 就比如說我以前特別喜歡的一個候選人 是美國亞裔的候選人叫Andre Yang 他曾經有參加過 他是競選哪裏 他是以前競選總統的 但是他很早就被淘汰了 但是他有參與過一個全球收視率最高的播客節目 就是Joe Rogan's Podcast 然後他們講了三個小時 這個人講了三個小時 你能夠感受到人家的情商 他的智商都有多麼高啊 你能連聽三個小時 感覺很有魅力 就覺得可以啊 這個就是資格啊 我喜歡這樣的 那你說川普也好 拜登也好 他們要講十分鐘還是太長了 他們就站不住吧 他們就講了十分鐘 他們就會覺得我們在哪啊 這個到底是什麼地方啊 我是在做夢嗎 What's happening here 對吧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對候選人的標準要稍微高一點 那你說為什麼會這麼受年輕人歡迎呢 誰啊 哪一個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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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也許 因為我不是很了解 真的我不是很了解台灣 但是我猜也許台灣的年輕人跟美國的年輕人是一樣 就是普遍有這個短暫他們注意力的現象 然後我個人覺得就是來自於大家瘋狂的玩TikTok 上癮了TikTok 然後TikTok是不斷的縮短大家的注意力 所以我一個年輕人我只能看一分鐘的影片 然後通過這一分鐘的影片 我就可以形成我對這個政客的這個印象 對吧 但是我他媽不想聽三個小時的這個演講啊 三個小時太長了 我都聽不到 我可能這樣用兩倍數 我這個一分鐘的影片 我就看兩遍不就可以了嗎 對 所以我猜 就是我瞎猜 真的我是瞎猜的 那OK 就是你在 或者也許是因為 不好意思又給你打斷了 但是也許也是因為 這邊的收入 就年輕人覺得太低 然後他們覺得房價太高 然後他們覺得這是因為 民進黨把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搞壞了 而且跟民進黨沒有任何關係 你們台灣人還是有一點高估自己的影響 這個都是跟一個叫總加速師有關係 你們都知道總加速師是誰嗎 他是在開道車嘛 你們哪一個政黨真的不是特別有影響 因為無論怎樣習近平就是要開到底 對吧 對啊 真的 對 哪怕哪怕好有意義 我柯文哲上去也一樣 OK 那你是怎麼看柯文哲 以及大家認為他為什麼會那麼受年輕人歡迎 以及年輕人為什麼會歡迎他 你的觀察 這是兩個問題 我先說我對他的印象就是 他會是我覺得 政治光譜偏移最多的 就是這八年來 他的政治光譜真的是 在光譜上面飄移 就是 他飄移非常 他最早說是墨綠 他都是墨綠 然後他是墨綠出生嘛 然後 什麼之類的 然後 然後我覺得 然後老實講我覺得他 他之所以受年輕人的歡迎 我覺得必須要承認一點是 我先說我不覺得這是確定的事實 我也不知道這是真的假的 但你可以必須承認一點是 很多年輕人之所以喜歡他 是認為 藍綠惡鬥的情況下 必須有一個第三方來去解決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邊有兩個前提要講 第一個問題是 我今天在想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一個 什麼什麼樣的地方 我們會覺得一個國家 自己的國家非常非常爛 很簡單 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哦 因為很簡單嘛 重點 因為重點是什麼 因為為什麼會有 有言論自由的地方才會覺得國家爛 不是 因為很簡單 因為兩個政黨會互罵嘛 對啊 因為你沒有政黨可以互罵的時候 你國家當然好嘛 就是因為 所以這是因為你 就是你肯定互罵 你看到的都是爛的訊息 當然我覺得是 互罵是常態 啊對 當然這是好或不好的 另談 但是你必須承認一點是 這個的前提是好的 有言論自由的前提的國家 才會產出 讓國家認為 哇我國家爛透 明明自己國家還不錯 對 OK 這是最大 這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大家普遍認為 藍綠二鬥導致台灣發展 就是很慢 然後也導致我們各種各樣 不好的情況下 我們覺得他們很多年前會希望 好 那我希望有一個人可以來破局 來把這些事情來處理掉 而且那時候 柯文哲我覺得很聰明一點是 他一直主打論述是什麼 就是我們條例清楚 SOP嘛 那他SOP SOP什麼我們不知道嘛 但是至少還會讓大家覺得好 那無論怎麼樣 我們都可以好好往前走 然後就是類似這樣的論述 所以是比較籠統吧 我不知道 就說的不夠具體 這讓我立馬就想到你剛才 樂樂剛才的那個一個論述 就是其實跟那個 跟那個就是不想動腦筋一樣 就是因為你不想通過自己的努力 所以就想選一個 就是就覺得選一個白 就可以破除掉 然後難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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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這就是 其實但是我個人 因為我本科的專業 除了中國研究也是做經濟學吧 然後我以為 其實我為什麼也希望 美國也會出現第三黨 是因為我覺得 美國的這個共和黨和民主黨 現在的質量越來越差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競爭不夠激烈 所以你選了一個支持大馬的 大馬的 還有那個幻覺蘑菇 這種 因為說馬的 還有搖頭玩 就是我希望 這些毒品他們會 所謂的毒品 其實我 因為英文我們會說是drugs 就是炎藥無品 你們這個毒品 有毒 你應該直接換掉 上飲品 上飲品 那這個也是 咖啡因也是上飲品 抖音也是上飲品 糖也是上飲品 糖在你大腦產生的反應 跟可凱因也是比較相似的 OK 我覺得第三黨出現 競爭力就更激烈 那其他政黨的候選人質量應該會更高 I would hope 事實上呢 事實上我們沒有第三黨 我們只有兩黨 那你覺得台灣 自從這個白出現 藍白有變的增量更高嗎 藍綠有變的增量更高嗎 因為我沒有以前過去的可以對比 我只能說 因為我確實不懂台灣這個國家的國情 就比如說我剛才說 年輕人感覺他們的這個收入太低 房價太高 那我個人的那個直覺 或者我第一個反應是 那你應該繼續往國際的方向去轉 你的經濟 不要說我們要回到中國 要越來越依靠中國 要加強對中國的依賴 對吧 要加強對國際社會的依賴 對吧 沒錯 那說到這 那你怎麼看 提出要跟對岸繼續合作的侯友宜呢 你怎麼看他 你可以現在就是保持現在 維持現在的這個狀態 現在還是有從中國來的 還是有一定的貿易關係的 還是有一定的貿易關係 但是你要跟美國一樣 因為中國和美國也是已經開始脫鉤 美國現在的最大貿易夥伴 是墨西哥 這個是自古以來的 這個是從十幾年前到現在是第一次出現的 那這個只能感謝總加速師 而且這個大趨勢 貿易哥應該感謝他 他不會逆轉 他們真的應該 Mucho gracias 習近平 新加坡應該感謝他 Yes for sure 所以這個大趨勢不會逆轉 他只會繼續這樣做 所以台灣你不要選一個 會覺得我們還是要 也跟習近平一樣開到車這樣的一個候選人 要是要往前看 對 AG怎麼看 好有意 看起來就沒有存在感 那其實他最近民調在上升 對啊 但 我 我覺得就是 我 他論述就是 就是 有些時候你會 因為他是一個警察出來的 我感覺就是 典型像我們那邊就是在派出所約談的那種 一個老警察出來 然後 講話都跟你慈眉善目 然後其實處處跟你挖坑 沒有而且你看很有趣的是 你還有經驗是吧 你去看 哈哈哈哈 本來是跟警察關係不太好 常被人去喝茶是不是 沒有 就是因為 就是你一看演講就覺得 他他是總統 他是總候選人 確定不是副總統還是總候選人嗎 就是 無論你看 無論他跟誰在一起去做東西 就是一起去演講 無論是韓國瑜也好 然後 現在他最近 那趙超康也好 他之前跟柯文哲都好 就覺得 他為什麼存在感會那麼低 但我覺得 我覺得他很厲害的是 他們的團隊也發現了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論述是什麼 好好做事情 就是 什麼 好好做事情 就是簡單的講 但是就是 因為 我不會講啦 總之 因為我要做自己 沒有 我會做事啦 我會做事 我會做事但是 我不會跟你講什麼 但是 我希望你知道 那是正確的事情 對 那是正確的事情 他們都要做正確的事情 所以很簡單嘛 所以 你既然要拿這件事情來跟大家說 好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的話 那很簡單嘛 那肯定會去審視你新北市做的好不好嘛 然後你新北市做的好不好 那當然是見人見智嘛 因為我 因為我坐在新北 對不對 我坐在新北 我必須說 OK 之前選舉的時候 我那邊的角度搞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 整秀變得漂亮了 我個人很受益啦 但是 但是老實講 但是必須說呢 也是 我覺得是前制後的結果 就是他們黨內 確實可能在當 因為 之前的選舉的關係 所以變成他們現在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出來抗大局 所以他有點像廖話 你知道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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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在抗大局 所以他就自己投出來說 好 那 既然沒有人可以抗了 那至少來一個 OK 誰都不會生氣 誰都不會不爽 然後 然後比較沒有什麼存在感的一個 老好人 對對對 OK 那好 就是 說到這裡 就是 最後我們來看一個 你在台灣已經待多久了 我能問嗎 問一下 六年多期 OK 嗯 正好看了上一次元件 對 我剛來也是剛上一次元件 台灣衝 哦 還好還沒有不敢 沒有 沒有身體這樣 沒有身體這樣 哎 說到這裡就是 謙虛發 我們在台灣通 哈哈哈哈 中共通 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們對中國進入台灣選舉怎麼看 尤其中國有沒有進入美國選舉 或者馬來西亞選舉 那個樂樂先幫你聊一下 他應該進入不了美國的選舉 他加拿大我有聽說 他有 他沒有辦法聊 因為 因為無論你想要親中 至少你在那個台上 你在表面上 必須得保持反中的這個主張 嗯 否則美國的觀眾現在 真的 辛苦中加速師 終於讓很多美國人開始來關注中國 哈哈哈 就是要給他們傳染新冠肺炎 才讓美國人有一點點關注中國 他們終於不是關注美國人 美國人不是認為肺炎是假的嗎 會有一些他們相信你謀論 的確是這樣 或者他們已經 其實魯迅不是以前說中國 烈根性其中之一是健忘嗎 嗯 其實我覺得那是人類的一個烈根性 因為美國人 我在透過秀舞台上 舞台上去講一些關於新冠肺炎 以及他來源的段子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台下的一些觀眾 他們有一點困擾 困惑的樣子在問 新冠肺炎跟中國有什麼樣的關係 然後當我的我的這個段子講完 哦對對對對對 我有點忘了 對 武漢那個那個實驗是洩露出來的 OK 我只能覺得你們美國人好幸福啊 就是我覺得不關心的前提是 不用擔心 對啊 有距離 對啊 有距離啊 而且不用擔心啊 對對對 因為我們距離太遠太遠太遙遠了 對對對 沒想不到 我他們最關心的是 本周日這場橄欖球比賽 我要賭給誰啊 但是現在中國像 擴軍啊 這個軍備威脅啊 這方面 他們沒有感覺嗎 沒有 他們當然會有一點點感覺 但是他們就是 無條件的支持美國的那個海軍啊 我們一定要 對吧 保護台海的這個常態啊 什麼的 然後現在如果 我看到的一個調查說 有60%以上的美國人 如果中國試圖武統台灣的話 他們是支持美國參與的 所以這個也是要辛苦 中加速師 一方面是要辛苦他 那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也是要感謝蔡英文 她這個外交做得很好啊 英文長得很好啊 她也是感覺很有魅力的一個人 她那個照片不是有那個Bazooka 她那個肩膀上就有那個Bazooka嘛 以前在美國的網上就成為一個Meme 你知道嗎 就通過這些方法 你才能夠讓很多美國老百姓 開始關注你的國家 嗯 然後以及有可能會開始關心你的國家 嗯 對吧 接下來的總統要學一學 啊 Yeah maybe 我們台灣的總統 嗯 他們就找我吧 對 可以幫他們 哈哈哈哈 可以給他們寫這個上任 然後審核曲 哈哈哈哈 幫幫寫一首幫幫寫一首 好 中華府執政 好 那就是中國有沒有可能 比如介入過東南亞國家的選舉 比如像馬來西亞 因為你們華人太多 呃 我們是曾經一帶一路的 啊 啊 現在也是嗎 呃 已經退出了 一帶一路 現在都還有沒有機會 不是嗎 哈哈哈哈 然後就像 馬來西亞之前有非常非常多中資注入 像碧桂園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那個事情吵得很大 吵得很大 在我家在我 在我馬來西亞老家附近 而且新加坡都特別不滿 對 在我老家附近 然後現在被人像死城一樣 完全沒人 然後真的就很慘 然後破壞了一個島 然後弄得很糟糕 然後 然後 然後馬來西亞 中國其實也 很慚愧 我之前載的一個雜誌 他還是我們最大的金主 哈哈哈哈 哎 中國其他也沒有很介入這件事情 但 他很 他有嘗試以 他就是以 他不去管這件事情 就是還沒有去介入選舉 但他在文化上面當然會有 文化 以及經濟上他其實會影響 他怎麼文化 他們怎麼介入呢 就是很簡單 因為馬來西亞人就是 有一大群的華人群體 然後我們看很多中國的節目啊 什麼之類 他們中國的節目爛透了 就特別難看啊 沒有 他們新年輕人喜歡 然後 然後去看追劇 什麼之類的 我知道 然後 然後 之類的 然後再不然就是 但是老實講 選舉的話 基本上 他們也真的是介入不了 因為 馬來西亞 我們選舉 就只討論兩個課題 一是種族 二是我們的 獨立中學 就是我們的 華人自己開的獨立中學 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為了保護中文的存在 所以我們自己開了一個 中學 來自己來教中文 那時候的政府想要 把中文取消掉 然後那時候的拉撒辦公室 什麼之類的 所以 怪不得要找一個老大 所以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就是 有現在也 獨立到現在 也成立一個獨中 就是獨中體系一樣 然後他們討論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種族 第二是這個體系 該不可以 不可以被政府承認 因為我是獨立 我是獨中體系出來的 所以 然後我獨中體系出來 然後我讀獨中體系的大學 然後現在跑來台灣 然後現在跑來台灣讀書 然後現在台灣這樣 所以簡單來講 我在馬來西亞的學歷 政府承認的學歷 所以我只有小學學歷 啊 跟習近平抄短 啊 啊 我看一下我可以被扛肩 啊 不要換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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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因為 所以 我們只討論這兩個課 其他的 實際上 沒有很在乎 啊 這 這 其實還是我們主論 主論掉 我們還沒有時間 所以這樣的話 那中國要從文化上介入 比如說你們很輕易的 就可以去讀中文大學 那真的是很有吸引力 呃 對 沒有 不要不說什麼啊 我之前我們 我之前來讀書的時候 嗯 有兩 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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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選嘛 我送文系的 然後就是台灣跟中國嘛 嗯 中國的獎學已經給 飯 啊 給超級多 就給你們 北日外 啊 北 北京地外外有一個大學 嗯 算還不錯的學校 對啊 超級不錯 北京外 北二外 北京 不但我不知道 但他的學費全免了 還包住包吃 我也是啊 哦 我在中國全 從頭到尾 啊 啊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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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用錢 然後 然後還有 還有 還有 額外給你資助 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學分還非常非常少 對 然後學分 然後兩年才修二十幾 學分而已 你放棄了多麼大的一個 一個貨 那我台灣靠近努力拿獎學進來 哈哈哈 你們在那個學校裡面會學到就比如說八九六四嗎 就是他們會允許你學到一些政治民間的話題嗎 哦 制度裡面 其實老師講 不避諱這件事情 不避諱 在馬來西亞的是不避諱 完全沒有在管的 嗯 就是因為他們比較是獨立體系 獨立出來的 當然那時候我們當然也是因為 呃 中國的關係 所以我們從翻體制變成解體制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老實然啦 東南亞都是這樣 所以 然後 所以就是因為 當然也會有這樣的影響 但是老實說 說真的 買中國的文化影響在馬來西亞方面 還沒有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是你當然必須承認是他有他一定的存在 就是他沒有辦法影響到這馬來西亞的政治體系 到底是怎麼去運轉的 嗯 因為台灣是很明顯的 威脅嘛 他就在對面 但是飛彈對著你嘛 所以你不能說他不是威脅嘛 但是馬來西亞的話 一次距離二四老實講 我們有其他更重 更重要的議題需要討論 嗯 哇 所以就是 更重要的議題就是種族 對對對 多種族國家沒辦法都是這樣的 嗯 哦 對對對 哇 所以像像美國那樣多種族的處理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的 雖然你們每天都在罵 我怎麼解決呀 就讓不同的種族互相操 哈哈哈哈 就沒有種族了 哈哈哈哈 都學會學 你已經在做了 哎我的我的祖北們不是愛爾蘭和西班牙 他們互相操呢 就誕生出來又像是這樣的一個 啊你也加油 哈哈 我也加油 我不要有孩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哦天哪 對你等你只要提前開放Druck再說 哈哈哈哈 那看習近平如果能夠趕快的 你能離開這個世界那 那時候再說吧 那時候你應該很年輕 哈哈 那個時候無論怎樣 我要是60歲也沒有問題啊 哈哈哈哈 也不是事兒 哈哈 直接起來 哈哈哈哈 哈哈 It's party time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怎麼覺得這你說這兩個字有點 一起來 你的音調有點不 沒有趣的 你的音調 哈哈哈哈 對 我在想像你又穿著那個紅衛冰服 要唱這個這首歌的樣子 嗯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這兩位的超重量級的嘉賓 然後我覺得哇 我們這一集真的打開了國際視野 因為樂樂一直在說我們要打開國際視野 然後然後呢這個AGE在告訴我們我們要打開真正的多元視野 然後以及啊要告訴我們真正的聯合政府是什麼 然後這個樂樂告訴我們啊其實原來美國原來是這麼想的 然後川普真的沒有那麼的nice 那不是我說的那麼說的不要罵我 哈哈哈哈 川普是虧了六億 然後也是富二代他不是一個商人 他滿罪是謊言有性騷擾也是有無數的證據 你們只是因為你不懂英語所以你要發現你所接觸到的信息是其他人過濾掉的 所以重點是學英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原來如此 你現在關注我的頻道 哈哈哈哈哈哈 對對對對對 就是多看原英文原文的報導 對不對 我們台灣要多看多看那個雙語教育 雙語教育對不對 哈哈 台灣不是說有2015年 2025年要撤離雙語嗎 台灣不是有這個目標嗎 對對對 然後台灣我看今年還有一個參 也是參選政黨 參選的政黨 他們的名字就叫雙語無法黨 哈哈哈哈 雙語無法黨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台灣很酷對吧 挺酷啊 對對對 好 所以其實這一期我們聊了很多 我覺得哇我覺得幾乎美 而且金句評出啊 真的感謝兩位脫口秀演員 金句評出 我覺得這一期非常精彩 然後我也受益貨 受益非錢大受啟發 我覺得回去我還可以做幾個影片 好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期的影片 好我們下一次亂中有序愛台客 再見 拜拜 拜拜 謝謝謝謝兩位 好我們非常感謝剛才兩位嘉賓 哇聊得太嗨了 我的差點忘了還有第三個環節 好第三個環節就是我 來回覆一下關鍵那個 回覆一下觀眾最近的留言 最近呢我們我們愛台客 還是非常重視跟觀眾的互動哈 然後所以呢最近挑選了一些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留言 好首先感謝一位觀眾 叫YEE的這一位 他說節目越做越好 謝謝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的鼓勵是我們最大的動力啊 我們會繼續努力 然後還有一會 還有一位 SH7L的這個網友留言說 為什麼陸沛即使認同台灣也不敢說話 因為陸沛還有親友在中國手裡 然後然後 然後同樣呢回大陸探親過的外省一代二代三代也是一樣 這個其實我還我蠻同意這位網友的這個這個感慨吧 他的感慨也是我的感慨 但是呢我這裡想擴展說一下 就是首先啊沒錯 家人的確是陸沛群體的最大的軟類 當然我也是陸沛之一嘛 雖然我跟我跟99%的陸沛的情況都不同 可能他們遇到的問題不一定是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也不一定是他們遇到的能夠遇到的問題 但是呢家人的確是陸沛的軟類的 然後而且還不說有的陸沛 他還沒有拿到台灣身份呢 對吧這樣的他就更不敢講話了 哪怕他支持台灣 我之前講的就是 其實從蔡英文時代還在嫁來台灣的這一批陸沛 其實都是很認同台灣的 甚至也投票都投給台灣 都願意投給台灣啊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陸沛要六年才有投票權 拿到身份才有投票權 然後呢 那蔡英文時代之後嫁過來的 2016年嫁過來的陸沛 其實只佔了整個陸沛群體的10% 而且 雖然這10%才是少數的 真正比較愛台灣的陸沛 但是這部分陸沛 因為大部分還沒有買六年 所以大部分反而又沒有投票權 所以呢就是情況就這麼一個情況 但是呢 不過啊我想說的是 其實在台灣的人 不太敢發言的人 不僅是陸沛群體 或者說大部分的陸沛群體 其實有很多 就是我們要知道 中國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 他 他其實不僅可以介入台灣的大選 當然他最重視的台灣大選 他可能也可以通過一些學者啊 政治啊 通過以商界政嘛 甚至可以影響日本 可以影響美國 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選舉 他其實都可以影響的 那麼在台灣更不用說了 就在台灣其實除了陸沛 比如台商台幹 哪怕這幾年他們回到台灣的 而且他們已經是 本來就是台灣人 他也不敢亂說話啊 因為他們比如還有工廠 還有企業 就算他沒有工廠企業的 他還有以前的什麼老闆同事啊 都還在大陸 他們其實我遇到的這些 現在在已經回台灣的這些 台商或台幹 其實都還是不敢公開說中國的 這不僅是陸沛的問題 就能遇到的問題 而且我還認識過一個很深綠的朋友 然後但是呢 他之前在大陸做過芯片產業 即使他後來去了東南亞國家 即使他非常的支持民間民進黨 但是呢 他其實也不太敢公開說中共的不是 而且他現在退出這個產業了 也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現實 還有呢 就是包括我們知道 最近郭台銘的退選嘛 其實後面也有些微妙的原因 然後呢 所以包括我們剛才新聞裡面講的這個里長 所以就是你要說這一趟行程是什麼呢 對他們會影響他們的選情嗎 可能不會 但我們必須承認 他們去旅行 包括這個低價團 其實也是統戰的一部分 所以被統戰它也不僅是 並不是說是陸會群體的專利 而且甚至還有一些台灣分公司啊 這個也是我非常的大的一個感觸 就是我在台灣其實也接觸到一些企業主 尤其是做文化產業的 其實你不要說他們有很多 尤其是還有做一些影視產業的 他們也 雖然他們的市場已經完全在台灣 甚至他們就是跟比如Netflix啊 HBO合作 他們的市場至少首先不是在中國 但是他們也不會公開說中國的不是 因為他們覺得就是華語市場 中國還是華語市場嘛 他們也不敢說 雖然他們跟中國沒有任何的往來 所以這就是一個事實 所以就是軟肋 軟肋呢 它的確是陸配最大的特點 但是絕對不是只是陸配的特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其實是全世界 大家所有人共同面臨的問題 那就是中國它通過它的經濟市場 以及政治壓力綁架了全世界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需要共同面對的 所以就是要抵制中共集權的這個擴張 也不僅是台灣的單方面的這個使命 我覺得是全世界所有民主陣營的使命 當然我們也不能去 當然我說到這兒我還要提一句 我也不能去要求普通人怎麼樣 就是我不能說我很有勇氣 我就要求其他的陸配 你不說話 你就是小極一致 你不說話 你還在這邊享受什麼福利 你就怎麼樣 我不會說 因為普通人 他普通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他的經驗也有限 然後並不是人人都是我 我不能自己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去要求別人做勇士 我覺得就是盡管可能別人看了我是反賊 但我覺得就是反賊應該有反賊的規則 那就是你要尊重普通人的選擇 當然還有一句話也就是尊重個體命運 然後尊重個人選擇 然後尊重個體命運 好 那這一期就到這兒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期的不斷中有序愛台客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